阿佑 幹嘛那麼小聲 哈哈哈哈 你今天是阿佑 她去學校就是 小學了 一年級 一年級啊 怎麼樣怎麼樣 對 老師還好嗎 一直很小 老師如何 可以 可以是不是 那老師會很兇嗎 會 我第一天好像應該看不出什麼 什麼東西 那你今天帶她去就是 就是流程還好嗎 流程很好啊 因為她們都分流嘛 嗯 分流去學校 所以呢 但我們一進去之後呢 就是 她有時間空管 就是到整點的時候呢 才能進校園 哦 然後掃那個十連字 然後進校園 那如果沒有帶手機的 她們也會用寫的 哦 因為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是老師是不能領的 就是學生 她改了好幾次 對對對家長是不能進去 但是其實我覺得第一天 還是要讓家長進去 對對對 她如果不讓家長進去的話 我告訴妳 她們可能弄不完吧 哦 對不對 因為如果你只讓學生自己 因為有的學生可能 可能就是 還沒辦法完全的離開家長 就是很輕 有停學哭嗎 今天有學生哭嗎 今天有學生哭嗎 有 有還是有啊 是喔 你說爸媽不在 應該是被子 會怎樣 會怎樣 嗯 就是 是被 那個 被老師嚇到 嗯 怎樣 是因為 是因為那個 爸媽 因為我們有一段時間 家長要離開對不對 剩下 同學跟老師 是因為他沒知道爸爸媽媽嗎 嗯 不是 因為 那個就是 那個同學以為 那個老師 他那個 在罵他 讓他講完 在罵他 罵他 所以他哭了 其實是什麼 其實 是那個 不是說他很棒 不是那個 又是 說他不好 是不是 誤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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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也是誤會嗎 因為 被那個 剛 那個同學 嚇到 那個 老師拿出那個 一個茶茶 被他嚇到 喔 被哭的第一個 哭的同學嚇到 是嗎 嗯 不再是先 被他嚇到 被他嚇到 還是怎樣 會 會誰嚇到 被老師嚇到 嗯 是 是被老師嚇到的 就是 拿出那個 叉叉的時候 那個同學 他害 那個 害怕 緊張 然後 然後那個 就是 那個 是 誤會 嗯 然後 然後 過一下下之後 那個 就是 怎麼了 對啊 你還記得你剛剛要講什麼嗎 過 一下下之後 你真的容易分心欸 大哥 對啊 今天有發生什麼 糗事嗎 沒有 太多 沒有太多 那你自己有沒有什麼糗事 沒有嗎? 我告訴你,我要分享一個,我現場看到的 你們是站在教室後面? 我們就是在教室後面跟旁邊 老師站前面,學生就坐在座位上 阿優呢,就突然間就是 老師說啊,我現在來點個名看看好了 然後呢,他就叫了第一個人的名字之後 阿優就很大聲的,大家很安靜 跟著叫那個人的名字 例如說,好,我聽一個叫 吳雙,然後老師就點名吳雙 然後他就說,吳雙 老師就說,不用你講,沒關係 他聽得到 這樣子 就誤誤,他以為是要跟著一起唸 因為前面老師有說,就是跟著我一起唸 好像唸了一段英文這樣子 然後我的老師有就是 同學,就是他一開始的時候 老師有叫我同學跟他一起唸 然後後面他說,那我開始點名 他還想說要一起唸這樣子 他就 他也唱名了那個同學的名字這樣子 就是 誤會 都是誤會 但是就是第一天就是順順利利的對不對 對,順順利利的結束 因為我們就是 有讓老師跟 就是我們後來就讓老師跟同學 相處一段時間 我們家長全部都去一個像 像是那種大禮堂還是會議中心之類的 去聽一下就是他們講解說 這個學校的方針啊 然後呢,可能就是家長會擔心的事情啊 例如可能有的家長會擔心 小朋友的注意力的問題啦 或者就擔心在學校不適應啦 反正有很多就是這些東西 而且他就是有點安撫家長讓家長知道 所以就是要注意這樣子 對 然後呢 今天他送 就是今天我們全家 就是 全家 除了無雙沒有起來 其他都 就是都起床 你也只是起床而已 欸 你知道誇張在後面 我 送他們出去之後 我就 摸了一下就像 我就睡個回人家 結果這位先生 一直在傳簡訊給你 對啊 因為要問你啊 不是啊 他就填著那個什麼 填著什麼家長什麼單 一直傳 這個 這個 要怎麼 而且你已經起床 誰知道你要去睡回容 我要去睡覺了 問說這個要 要繳嗎 這個要參加嗎 那個要參加嗎 你們說 我真的是完全 這個是不是 不可能自己做絕 說明他想參加 我一定要告知他 不然到時候他沒有說沒有參加到怎麼辦 我完全沒有辦法睡覺 是不是 如果你沒有參 怕說我拒絕了什麼 然後你沒參加到 你不開心 我不會啊 其實我很不愛參加學校 我媽從 從小到大 從來沒有參加過我學校的任何東西 不是你媽媽沒有參加 對 那我自己我 我覺得除非很重要的 要參加以外 但是我覺得其他我真的是 能避免則 為什麼 蛤 為什麼 什麼叫為什麼 為什麼能免則免 因為怕麻煩啊 但是你就是蠻愛參加的 如果說你你如果很愛參加的話呢 那你就自己打歌 ok 我會幫你勾 然後寫填你的名字這樣子 然後電話都留上去 直接到 我以為打電話給你 幹嘛 你很累對不對 今天很早起是不是 以後開始囉 開始要開學 你要開始很早睡 我可能 我可能 你可能要九點十點就要睡了 需要 我覺得 一開始你要先試 他今天還蠻好叫的 他今天叫了就 就起床了還蠻快 因為昨天也算是也很早 逼他去睡覺 那你們那個時間起床的時候 你們就是要 有學校有說 吃東西要快一點 嗯 不然就是可能 東西要請阿余到學校去吃 不要再到學校去吃 因為他會沒時間 因為呢 他們就是 阿余一到學校的話 可能就是 顧著跟同學聊天 一到學校就開始聊天幹嘛的 就會忘記吃早餐 所以最好是在 出門之前 學校有講說出門之前 先吃完是比較好的 因為呢 到學校 如果他們現在只上半天課 我怕他沒有什麼 就是一早起來 可能沒什麼吃 不會沒有很餓嗎 然後他就會急著把它吃完 然後等到他 肚子餓的時候 沒關係已經中午了 哈哈 好好 可以吃中餐了 真的阿 因為我覺得在家裡 我還吃一次去學校 會比較好 因為他們也很麻煩 他們如果在學校吃的話 現在有那個隔半 對 而且還有 下課十分鐘 你覺得他會吃早吃東西 一定跟同學去聊天去玩 所以我覺得 一定是先吃完再去會比較好 好啦 今天 報告成功 再來就是9月1號開學啦 好不好 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拜拜